MASERATTE Ghibli 試幻想一下如何在八年之內 將你的本金蝕足85% 買港股?買磚頭?買舖位? 這些投資真是太穩健 唯一有的困難就是MPF 不過如果你想進取有型的金錢 我推介MASERATTE Ghibli 雖然這輛落地八年的Ghibli S 在六個月之前 車主用19萬入手 但曾經好帶這輛也是三叻 落地排保價到120萬 高級意大利高性能金融財進至愛的紅華房車 所以這輛含金量 除了有那副3.0 V6 Twin Turbo 機器 410匹馬力由法拉利組裝機器之外 我覺得最大的自身價值 就是它對異性的吸引力 據說有八成的異性對這三叻是毫無抵抗力的 究竟是否所言甚是呢? 讓我試一下車 之後再找個異性朋友 我們今天找到MASERATTE的威力究竟在哪裏 老實實 在未開任何MASERATTE之前 我是挺喜歡MASERATTE的 我小時候看得最多 一定是Quadro Corte Gran Turismo Cabriosa 3200 GT 那一堆 那一堆MASERATTE 在我心目中都是很漂亮的聲音 樣子又很漂亮 又有Aston Martin的味道 小時候不太懂得分 尤其是3200 GT 那一堆MASER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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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種響往的情懷 意大利名門望族的豪華跑車 又漂亮 又V8 又發拉里血統 的確 這些美好的畫面 美好的形象 我相信在大家心目中 對MASERATTE 直至到MASERATTE 推出第六代的Quattro Porte 即是現在還在賣的Quattro Porte 之後在2014年推出了Ghibli 之後在2017年推出了Levante 之後 我便覺得這個品牌開始 MASTI 沒有以前那麼Niche 當然 其實Gran Turismo Quattro Porte 在香港都賣得多 二手盤也有很多很多 亦有很多人拿來做生財工具 賺錢 車賺錢 一個碼頭的存在 這部Ghibli 都可以說是近年 或是近代 甚至是MASERATTE 史上叫做一部比較 MAS to the public 的車 講這部Ghibli 其實它的尺寸是同一部 五米、A6、E-Class 那些中型歐洲房車 是看齊的 差不多長 其實你看它的比例 是跟五代Quattro Porte 差不多大 即是V8Quattro Porte 差不多 都很緊湊 反而是去到第六代Quattro Porte 它是拉度長 變成5.2是A51的7系 所以很明顯你會覺得 好像Ghibli 是那一代Quattro Porte的繼承者 事實上Ghibli 這部車其實是有三代 六七十年代一輛 九十年代一輛 之後一多年就出了這輛 三輛車有沒有連貫性 我自己覺得真的沒有甚麼 真心沒有甚麼連貫性 但是由第一次開始 我都覺得這輛車線條緊湊 有V6 Twin Turbo 又有後驅外形煞食 其實這輛車很吸引 事實上駕駛起來又是否 靚聲是OK的 尤其是轉了V6 都會力保不實 因為說真的 以前Gran Turismo那些 大家都知道 聲音大大 有沒有貨賣呢 心知肚明 不是說認真快 但聲音漂亮得不得可憐 這輛有Twin Turbo坐鎮 410匹 風直扭力550Nm 其實頗好 我覺得頗好力 當然極快說不上 我正在用Normal Mode 比較黏 車主說Sport Mode才是真功夫 不錯 很爽 說真的 它是410匹 但實際上駕駛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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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重亦有些關係 這車好大都是噸8 噸8這個尺寸是否很過分很重 其實也不算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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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這部是1617車 所以它仍然是用 Hydraulic Steering Ghibli是去到2018年 MY2018的Model Year 才變成電軚 這個時候的Marserati都很驕傲地告訴別人 我用 Hydraulic Steering 我用豐油軚 所以軚盤的重量和質感 是會比起同年代的E-Class、保馬、Audi、Jagga 都會豐富一點、重手一點 當然駕駛駛駛駛不太高 與舊的Marserati有分別 但很大它都是Hydraulic Steering 很大它都是傳統一點的設計 在Tector 和質感方面是做得比較到位 但有甚麼是不到位呢 說真的我一般地去避震 當年我記得是可以加Skyhook 電子避震 當然試過這麼多年 電子避震有沒有漏有沒有打柴 都很難說 這部車是沒有的 這部車是用了一個Passive Damper 即是一些被動式的傳統避震 前Double Wishbone 後Multilink 的設計 其實你會覺得對這部車的操控 是有一定的幻想和避震 但老實說這套的被動式避震 給我的感覺是一般般 Ride Quality 不是特別好 是比較避震的 不厲害的處理濾震 再加上它用20寸Ti-Link 漂亮是漂亮 但真的不是特別舒服 但你說它過彎底子有沒有 其實它有 但駕駛下去它不是極度靈巧的車 你會覺得有點凝固的 我不會當它是一部仿跑車 老實說它是與仿跑車有些距離 我覺得最主要是軚盤很大 這部車 我駕駛原裝Buff 500的軚盤 是有這麼大的洗面盤 當你快駕駛時 你不想有這麼大的軚盤 但當你說Cruising 你是上班 超級駕駛的 我覺得這個軚盤 用意會有一點點 但如果你說以一個 Sport Sedan 意大利的軚盤 法拉利的軚盤 不好意思 這個真的吹大了 剛剛我想到這件事 說出來可能會嚇到你們 但這部車某程度上 是會提醒我 它是一輛有點像意大利Mark X 如果你駕駛Mark X 我想你會明白我說甚麼 說Mark X 不是250那些 我當作是350那些 是有一個Power在 但它的操控又不算特別銳利 這輛車正正有這種感覺 儘管它有LSD 又闊胎輪 又V6 Twin Turbo 但駕駛上去硬是不太銳利的 我明白的 買得Maserati的人 很多藝程度都是在購買 我講當年那些人 當年花120萬去買這輛車的人 都未必要求它有寶馬那麼銳利 或者有Jagger的銳利程度 它沒有的 但你說要豪華的 要有一個brand image 要感覺優越 感覺良好的 這輛車我認為它做到這件事給你 尤其是新車的時候 真的挺漂亮的 又有些聲音玩一下 又有些喉聲 其實我相信Maserati的用戶群是收貨的 但作為我 對於我來說 我不收貨真的它的車輪質素 以及內裝的車輪質素 是有點不敢恭維的 不過話雖如此 雖然我說它是意大利MAX 但大陸人都說 要扣腦當然是駕駛智 在香港地要扣腦是否駕Maserati 我現在就去找我的異性朋友 問一下它的意見 正所謂我想聽你的意見 即是是病吧 儘管問一下異性的角度 Maserati 是否對它們來說是毫無抵抗力 Let's find out 今天這麼有面子 有面子啊 你開吧 我 你開吧 來來來來 這些東西等我 又說我不抵抗它 又是洪家豪才是回覆你 今天給Maserati試 但是洪家豪比較好 好 能否碰到腳 可以呀 我又帶你紅紅紅 在影片推進前 我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試過天時暑時開行冷氣 但冷氣又霉又臭 下大雨時水培力不從心 撥得不乾淨 我有啊 我有啊 還不炸就想上HepaKing.com 用QuickSearch功能 找一下自己款車 找回高效能活性炭冷氣旅目 換上對又淨又膳水的水培吧 喂 喂 這個賣單寫著有得入Discount Code 對呀 入了我們Flatout專屬Discount Code Flatout10還有九折優惠 對呀 下了單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上車吧 不要再人看片 好啊 這輛車不是那輛車 好少坐女生駕駛車 你有坐過我的車嗎 有的 有的 我真的很好奇 Maserati 對於我來說 它的魅力是在…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這輛車頗漂亮 頗好鮮硬於馳 我就不會覺得品牌有很高的含金量 但我知道我駕駛這輛車 應該是可以去女兒啊 你去一轉彈貴方 不用拿車出來 拿車時扔出來 在淘寶有賣 對呀 但Maserati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魔力 會的 香港潮濕大家都知道 雙溜濕度都會提升到80% 80% 今天不止吧 今天很濕 100% 也會的 是有用的嗎 有的 我問你 如果我駕駛AMG 同一輛Maserati 我本人可能會比較喜歡AMG 但就這樣看 你不要理會 甚麼型號 C63 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正常女生 就這樣看Maserati 都會覺得會成功 是不是那三次叉 對於你們來說 是否等於一個手袋名牌 是 甚麼級數呢 手袋計 Chanel Chanel 也不錯 Benz是甚麼手袋 其實Benz 都已經可以去到Chanel 級數 但Benz的產品範圍寬很多 對呀 而且可以很便宜 對呀 Chanel 最低版本的包袋 但Maserati 已經是最貴的款式 Maserati 是甚麼 Maserati 都可以去到Chanel 級數 嘩 即是女生角度來說 是體重這三支叉 會呀 我自己也覺得外觀真的很漂亮 我當時讀書 幾年前 看到朋友駕駛時 我都覺得很漂亮 你的朋友本身是否型格 不型格 但駕駛了這架是提升了 Chanel 級數 整個地位 氣場 對呀 但會覺得遙不可及 即是這種感覺 你不是一個拜金的人 但你也會有這個感覺 我拜自己的金業 但我都會覺得遙不可及 即是不簡單 對呀 有些了道 不如你試試這車有沒有遙控 Sport Mode 很緊張 綠燈你踩 去盡量 但我要去哪裏 直行而已 我一直直行 就是要會這一下 我身經百戰 一個星期不知試幾多車 對我來說 這個加速表現就沒甚麼會 但對於它來說 是會的 有呀 那這個是否再多5% 會呀 因為它的引擎是跟法拉利一樣 不是呀 不是呀 不是一樣 其實 V6 這個是Marserati 很喜歡說的 但其實實際上 它的手機也是美國仔 它的引擎是來自印度安娜 美國 對 美國的 之後再運到法拉利廠裝嵌 哦 其實它是在意大利盈子 很少事物不是意大利的部分 就是美國嗎 因為它是階士拿集團 所以你看到這個螢幕 如果你去美國租過的jeep 嗯嗯嗯嗯 但我都覺得是比較簡單 即是你覺得漂亮一點 不是 你覺得駕駛一點 對 即是你覺得駕駛是駕駛的 對 相對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是有少許落差 你看完樣子聽完聲音 混合完之後 對 進來駕駛後就覺得 嗯? 我給了這樣的價錢 是這樣的駕駛 對 但是在你心目中 這輛車是處於甚麼價位 由新車計或到今時今日這樣計算 8 多萬就不掉了 美國不用8 多萬 80 吧 7 80 基本 7 80 不掉了 你駕駛這輛車也有7 80 對 那你有沒有概念是甚麼年份 我沒有 因為我覺得問事發展這麼多年 由我讀書時的朋友駕駛 到現在我覺得沒有大改款 對 這個某程度上是好事來的 因為我來家想換二手車 我可能買一輛這輛二手車 就這樣出去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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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來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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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是的,而且十多萬元是很吸引的 我自己自問,我看過Facebook Marketplace 原來跌到這個價格了 如果我是無知的妹豬,我都可能會被你蒙蔽了 當然我不是說Maserati生出來就是用來行騙 或者用來Tinder 詐騙王 但不排除有這樣的群眾盯著二手來做這個舉動 和當是碼頭那樣曬 當碼頭那樣曬,其實是很正常的 你買的寶馬、Benz 貿易程度上都是買的牌子 只是Maserati感覺神秘又美麗 再高貴一點,再高級一點 你覺得舒不舒服嗎? 坐上去,雙踢我不是太舒服 是嗎?坐姿嗎? 你覺得避震呢? 避震都可接受 但跟你們坐的S駕駛很遠 我覺得相比,因為我駕駛S350 我家裡真的很舒服,亦很大 即是駕駛的 對,駕駛那麼大,軚體也特別重 現在照顧完這個位置,我覺得避震不太行 哈哈哈哈 有些潛車,我只是說避震是最失望的 對,這個位置不太行 即是不像這個尺寸的車 即是太避震了 對 還有這一架,因為我剛才在外面看,我覺得很大 我都擔心自己會否加餘不到 其實它不是一輛特別小的車 但我覺得它的內櫥是不闊落的 嗯 內櫥是窄的 對,所以我現在一上車駕駛 我就覺得正常的車駕駛 因為它有那種包圍感 好聽就叫包圍感 不好聽就是窄 但這輛車印刷你的時間來不久? 印刷到你的位置 其實是否… 是價錢印刷到我 是價錢印刷到我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這麼低的價錢 可以跌倒 而這些追求虛榮心的人士 即是我 是我的追求虛榮心的人士 我十多萬就買了一架馬沙 是 他人會飄的 即是會飄的 有錢的嘛 飄給你了 有些賣室會見我了 證明Maserati 對於雷鋁的吸引力是無用置疑 但是Maserati 當年聲稱這輛車 是對標5系 E-Class 而A-6 即是A-6 是的 那你不如試試後座如何 我坐前面做完駕駛 即是沒有想像中那麼流浪 不知道後座內是怎樣呢 好 一開車已經覺得 比我想像中窄身 跟我以前駕駛的F3也是一樣 F30 是的 車身是5系 內隱是3系 之後 因為我剛剛的椅子已經推到很前了 因為我腳短 然後我坐在這裡 我沒有想過我的空間只有那麼窄 其實它不是沒有腳位的 但它不是闊落 那頭部空間呢 頭部空間 是有的 不過它是比較小粒 所以如果你說高大一點 真的會有點窄 所以如果像鄧小專那樣的玩法 就不建議買這台車 即是不是齊人之福車 對 不是齊人之福車 只是車女女一個的話就夠做的了 兩個體型簽署女女都可以的 其實你坐得下的 我坐得下的 但這台更加不要說加上五個人 因為你中間這裡是更加不可能坐得到的 但你退張開 這個位置一定要退張開 但據車主所說 它的後座是窄 但它的尾箱是出奇地大的 據說是有五百升左右 雖然它放了很多東西在這裡 但其實是很深很深的 可以擺擺Golf Set 你駕駛這輛車的人都是 高級一點點 那擺擺Golf Set 都做得好 擺擺擺擺文件 是不太成正比的 因為你看它的後座空間和尾箱 應該要退後一點點 但沒有可能設計問題 是這樣 但是貴為一輛 意大利貴族號 高性能房車 當然有些富貴病 以下就是這部Ghibli的注意事項 跟很多意大利車一樣 引擎蓋是你的好朋友 經常要打開的 不過你說這部車的問題是否這麼嚴重呢 其實是看概率的 不過有很多低咪的Ghibli 都出現機油泵固張的問題 這副機不夠油吃 不夠油吃的時候就可能 挖腦響燒杯試 整副機是Total Loss的 這個問題其實很多時候是連帶 Oil Level Sensor Oil Pressure Sensor 這些如果幾個一起壞 基本上這副機不需要 但這些問題普遍是出現在 50,000公里的Ghibli 這部是50,000多公里 所以是安全的 第二 有些早期型的Ghibli 風扇 有指它的啤嶺潤滑不夠 不懂得動 可能會水滾overheat 不知道有沒有錄到這件事 但是 歐洲車其實水路風扇散熱 一定要查清楚 尤其是背著這麼大副V6 又有 Twin Turbo 這麼潮熱的引擎杯 水路其實是一定要查清楚的 以這部車為例 車主買回來就已經換了一個庫水壺了 如果水油那些不行 這些車可以很嚴重 所以買之前一定要上架 找一些專業車房查清楚 聽我說的固人也好 不妨聽聽Carly說 有不少車主反映 早期Ghibli 亦會有一個 注入不到Driving Mode的問題 如果不可以的話 就可以用IP9的永恆絕機 就是Restart Engine 但是如果不可以的話 就唯有要整個轉 就成為6,000元 始終有些錢 都是要花的 你說是不是 黑毛泰郎 除此之外 買二手車 最罩技的 就是泊在室外 始終這些這麼漂亮的皮 如果長期佈曬的話 那就很容易收皮了 這部車還有一個問題 一來後面窗就下不了了 但是最麻煩是 四隻電窗有時會不上不下 最典印是有人說過 即是按了Sport Mode之後 窗是不會上去 不過這架 暫時沒有問題 這塊皮鬆鬆扮後 已經有少許多皮的情況 另外如果你瀕車的時候 特別有少許 聲音的話 就很大機會 頭包如螺絲鬆了 解決方法 不如不外乎 留下一點點 這部車貴為一部高性能定向的車 前面是Double Wishbone 後面是Multilink避震 原廠可以選擇一套Skyhook的電子避震 但是我個人主張 多隻香爐多隻鬼 小隻香爐小隻鬼 以這部車為例 Passive Damper 小樣東西 雖然椅子避震 便宜便便宜 便宜便便宜 這件事 記住 現時Ghibli 在運輸處召回中的Record 還有七單 當中比較嚴重的電油管需要更換 第二就是波棍 有些安全隱患 難怪有少許Kazoo 沒錯 這個波棍的問題 在各大同期的Marserati都有 在美國正常Record了萬多架車 以這部車為例 其實我認為問題是 沒有P波一顆按鈕 是要推進P波 有時進入R波 你不知道是P波 總之那個波的設計是反置 問題大概是這麼多 若果你是車主不妨在下面補充一下 因為我相信是不止那麼少 至於二手行程 我們剛才說了 這部車買回來 18、19萬多 若果是1415年前期款 你猜猜多少次 你猜猜15、6萬 13萬已經有了 13萬的時候你入手到一部Marserati四門房車 看上去跟現在賣的已經沒有分別 固然是順 但是前期的問題是越來越多 所以建議都是有新買新 至於 可否貪便宜呢 看回我Boxer的影片 但還是那句話 容易配襯衫 都不想配襯衫 但你真的拜託嗎 10多萬的話你買個牌子 沒錯 純粹買牌子 所以我覺得這部Ghibli的定位 應該沒有人這樣說過了 我就覺得它是一部意大利出的Mark X 外形是好看的 感覺是Sporty的 但駕駛上去不是那樣東西 所以 記住你買二手車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 而且你要很清楚自己在買什麼 如果你要用女的 我覺得這部 一來 可以 觀眾們 是不是真的Marserati 告訴你 Granterism 我也想試 要不要借來用女的 除了like和subscribe 就當然還有按下小鈴鐺 還要記得分享給朋友 背景 那對 你 你 你 我